正所謂免就別人比 假就自己丟的 各位好 歡迎大家來到花生關注組 我是Water 剛聽剛看的朋友 記得幫手訂閱、share 還有建設性留言 讓他這個channel可以做得更加好 中年好聲音2 在昨晚首播 總共有108位梁山好漢 踏上中年好聲音這個舞台 首個回合參賽者雖然透過盲選形式 爭取60個晉級名額 滿分就是5盞燈 參賽者會首先背向評審現場 當首盞燈亮起的時候 參賽者腳下的台底會轉到指定角度 去到三盞燈亮起的參賽者 才可以完全面向評審 而得到四盞或者五盞燈滿分的選手 就會直接晉級 三盞燈的選手前往晉級機會等候區 只有一盞燈或者以下成績的人士 就會立即即時淘汰 這次的比賽有不少熟悉棉孔 我就不在此逐一介紹了 其中最出名的位 就是向展鵬 身份大有來頭 他是向氏家族的後人 他爸爸向華榮 是電影界萬人向華強 向華盛的第四個弟弟 他即是華強華盛的侄子 在節目未播出街 向展鵬已經做了不少傳媒的訪問 外界也很好奇 展鵬在這次比賽 將會晉級到哪個位置 沒想過他在昨天宣佈 自己只得一盞燈 更加質問比賽是否公平 令人不禁聯想 他是不是喪失中年好聲音二的晉級資格 他的留言就說 今天我的歌唱生涯已經完結 令到大家很失望 真是不好意思 多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但是今天我的表現 已經盡了力 問心無愧 但是只得一盞燈 我覺得很不舒服 很不合理 和十分之失望 贏輸我可以明白 亦都可以接受 但是只得一盞燈 我真是接受不到 世界上的比賽 真是公平嗎 之後他再補充 多謝大家關心 我講的 只是另外一個歌唱比賽 中年好聲音二 還在比賽中 向氏家族的後人 果然是懂得語言藝術 我都不是好聽得明白 他究竟哪句假 哪句真 在早前他曾經參與 保險界的慈善歌唱比賽 更加獲得不少同事 舉牌到場支持 奈何他說 贏了比賽都沒用 因為和TVB有抵觸 被迫退出比賽了 因為我都分不清楚 因為向氏家族的後人 他講一盞燈那個比賽 是否中年好聲音二呢 這個答案 就留給大家自己去決定 看五位的評判 包括有 肥媽 陳惠嫻 伍仲恒 張佳添 周國賢 那我相信 肥媽一定就給了一眼燈他 至於為何我這麼清楚 你自己就去問肥媽 明就明 不明就黎明 而對於今次的比賽 向展鵬的父母都很支持他 但是 弟弟和妹妹 就極力反對 他說 我爸爸媽媽 OK的 但是弟弟妹妹極力反對 他說已經在做生意 那麼多年都放棄了唱歌 現在又回來唱歌 所以覺得未必適合我 但是他 有個唱歌夢 所以 想有機會追求夢想的話 繼續被問到 既然他叔叔他們經營娛樂公司 有頭有面 會不會曾經叫他們幫忙實現他的歌唱夢呢 原來在他年輕的時候 曾經嘗試過 他們都有幫我的 其實當年 我在英國畢業回來香港的時候 用了兩年時間 家人說兩年內要出碟 那兩年都轉了五六間的唱片公司 都不是很成功 最後他就從事保險業 去到現在 早前的訪問 也都有人問他 你背景這麼強大 好難免會備受質疑 作為名人之一 被質疑 參賽可能就有特權 他當時就極力否認 我覺得絕對沒有 我經歷過海選的各方面 我每一天來TVB做很多事 每次做訪問 起碼要等幾個小時 如果有特權的話 我就應該是第一個 不用下下等四五個小時 現在就要看結果 第一回合 只是淘汰四十八個人 他都入不到位 足以證明TVB這次的比賽 是十分之公平 至於香港小姐選舉 又是不是這麼公平呢 大家都應該心裡有數的了 不明白我說什麼的話 可以看回前幾天 我介紹 港姐亞軍黃怡賢的影片 連結在右上方 不知道這次事件 是不是臨作給了壓力無線 不讓向山入圍 和TVB這次事件 認真不給面子 人家說了 都叫剪盤 對不對 既然這位向山 覺得不公平的話 可以自己搞一個 新Beyond好聲音 包你拿冠軍 看回當年 他的叔叔向華強 為了捧紅他的兒子向左 特別拍了一套風神傳奇 又請了李連傑 梁家輝 范冰冰 黃曉明 古天樂 Angela baby 文章等等 而他的乖兒子 做主角 這件事 你叫你叔叔 再幫你手 出一隻碟 包你就紅啊 那其實 都沒什麼特別 免得亂說話 麻煩觀眾 踴躍留言 一有新消息 再跟大家報導 多謝大家的給面子 喜歡就訂閱 分享 就這樣 再見